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这个名字不是一个历史上留下来的名字 如果你查中国古代的文献 外国古代的文献 并没有任何一个文献提到丝绸之路这个词 是没有提到过的 那么这个名字是谁提出来的 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是十九世纪 有一位德国的一位地理学家 他的名字汉文翻成叫里希特霍芬 那么这个人呢 他在描述世界的地理 把欧洲和亚洲分成两个 特别是亚洲的远东地区的中国 欧洲文明和亚洲文明之间 过去不为人所熟悉的内陆亚洲 英语叫做Innesia 那么通过内陆亚洲地区 东西往来的道路 通路他给他起了一个名字 李希特霍芬起了一个名字 他德文呢 叫做Die Seidenstrasse 就是The Silk Road 四车之路 这个名字是他提出来的 那么这个名字从李希特霍芬以后 就被世界各国的学者采用 那我因为一直在做这个中外文化交流 是中外关系 是古代的中外关系 这门学问 到了80年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发起了一个计划 就是四轴之路的考察计划 因为四轴之路的沿线 现在分成很多的国家 每一个国家 虽然对自己本国的 跟海外 跟其他国家 其他文明交往的 历史遗迹 历史资料 有研究 但是因为 这个地理 国家的间隔 他们不太清楚 别的国家 和他们的往来 别的国家有什么资料 有什么样的学者 在做同样的工作 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当时的秘书长 是个西班牙人 叫马悦尔 他就发起了这样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得到了中国 日本 韩国 印度 阿拉伯国家 意大利 法国世界各国的支持 那么我呢 当时 我正在海外 我在德国 八十年代中国的德国 我听出了这个消息 我就积极地写信要求 参加 所以当这个项目 实施的时候 那么我就作为中国的一个专家 参加了 这个项目的考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 一共 实施了三次考察 第一次考察呢 就是 从意大利的威尼斯出发 经过 阿拉伯 威尼斯 到 第一次考察 叫做 海上四周之路 考察 那么从 威尼斯 到雅典 到土耳其 到 这个 埃及的 亚利山大 过苏伊苏印河 包括 开罗 那么到 阿曼 到巴基斯坦的 卡拉奇 再到印度的果阿 到斯里兰卡 再到印度的马多拉斯 穿过孟加拉湾 到 这个的 马来西亚的巴胜港 到基隆坡 马六甲 那么再到 印度尼西亚的 这个 爪哇岛上的 苏拉巴亚 也就是我们中国 把它叫 四水 那么再回头 到泰国 首都曼谷 那么然后 到菲律宾的 到文莱 到马尼拉 到中国的广州 到泉州 到朝鲜的 韩国的釜山 最后到 日本的 奈良 京都 到这个地方 结束 整个呢 一共是 这个 从1989年的 十月份开始 一直到 1990年的 这个二月份 我呢 是 参加了中间的 百分之九 是 我从 意大利开始 一直到我们 中国的泉州 就最后两站 福山 日本的 韩国的 福山和日本 那两 我没有去 换其他人 参加了 整个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 由 我前面都讲过 海上航行 都讲过 是 由 阿曼的 苏丹的国王 卡布斯 把自己的 皇家游艇 一条 一万多吨的 一条 轮船 借给 教科恩组织 不但借 油费也是他的 这个 船上的这个 水手也是他的 全部由他来负责 提供 吃的饭 我们的一分钱 都不要 吃的饭 全部是由 意大利的 一个餐饮公司 吃的 四个多月 吃了四个多月的 意大利饭 所以今天 这个西餐中间 我最不要吃的 就是意大利饭 完全吃够了 那么这是 海上四周之路的考察 我回国是到了春节 1990年春节 两个多月以后 这个 教科恩组织 在 前苏联的 这个 从土库曼斯坦 莫斯科 土库曼斯坦 阿斯哈巴德首都 沿着 向东 这个 到乌兹别克斯坦 到塔吉克斯坦 到吉尔基斯坦 最后到哈萨克斯坦 阿拉姆图 结束 这个海上四周 可能走了一万多海里 这个呢 陆路 两个多月 走了 八千多公里 52年 在我们的邻居 蒙古国 从乌兰巴托开始 坐飞机 飞到 科普多 飞到阿尔泰山 从阿尔泰山开始 坐大巴汽车 沿途往 一路往 往东走 往乌兰巴托走 那么这一次 在前苏联的考察呢 叫草原四周之路 在蒙古国的考察呢 叫做游牧 阿尔泰 四周之路 我参加 一共他组织了三次 我都全部 参加了 那么这个项目呢 两个国族 教科院组织 在计划的时候 那是八十年代 中期的时候 这个项目叫什么名字 各国争论不断的 阿拉伯国家的学者 说这条路呢 要叫做香料 考察叫香料之路 考察 叫Spice Road 为什么呢 说阿拉伯国家的香料 输出到世界各国 是要这个香料都是从南洋 说是过来的 这个日本研究陶瓷的学者 说这个呢 叫做陶瓷之路比较好 因为就是中国的陶瓷器 传到日本 传到世界各地 清华池 这个青瓷 传到世界各地 叫陶瓷之路比较好 那么有的人把他叫做 诗池之路 又是丝绸 又是陶瓷 但是中国的 当时教育部 主管这个 这个丝绸的考察 那么提出来 叫丝绸之路比较好 第一个字 这个名称已经是个 固定的名称 大家都用了 第二 丝绸呢 是世界各个国家 都公认的 一种美丽的 第三点 丝绸 这个细细的 这个丝 它等于是个象征 通过这个 曲折的道路 把东方和西方 联系在一起 最后 就想到丝绸 一个给人一种 美好的感觉 最后世界各个国家 都接受 所以丝绸之路 它不是研究 简单的道路 交通线的往来 它研究的是 古代的东方 和古代的西方 人民之间 怎么样互相了解 怎么样互相往来 古代的中国人 是不是生活在 与其各局的环境中 知不知道 我们遥远的西方的邻居 古代的西方人 在哥伦布 在这些人之间 知不知道东方 他通过什么途径 如果知道的话 通过什么途径 来了解 这就是 四周之路 这个项目 所要探讨的 因为我是 研究古代 中外关系 我对这个项目 非常感兴趣 所以 让我参加了 所以我也是很荣幸的 是我们中国境内 甚至我可以说 我们亚洲 没有哪个人 日本包括朝鲜 哪个人 这三个都参加过的 今天 除非你是很有钱的人 你要想考察 这么多国家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光 飞机费要花多少 你需要办多少国家的签证 所以我们依靠 联合国教育人组织的 这个努力 可以说在几年之内 看到了 一辈子不能看到的 东西 那么因此呢 我想讲的 一个开头就是 用这个话来做个 开场单 那么我在四周之路 考察的时候 我在斯里兰卡 我碰到了 我认识了一个 斯里兰卡的儿科医生 他是研究 四周之路 沿线国家医学的交流的 古代医学的交流 后来我回到中国以后 这个人 他就在香港找到工作 当时香港 还是受英国人的管制 英国人是承认 英联邦国家的文凭 因此在斯里兰卡 印度 读大学的人 是有可能在 香港工作的 香港人不承认 大陆的文凭 他承认我 海外的文凭的 他到了香港以后 他写了一本书送给我 就叫 《四周之路》 是一个 写了一个儿童读物 因为他是儿科医生 他写了一个儿童读物送给我 他说 翻开了第一句话 就非常吸引我 他说 我的孩子问我 《四周之路》是什么 英语 What is the safe road? 他难道是一条 用丝绸铺成的路吗 他一上来就 那么我 不行 我就回答 不是的 等等 他的开头就是这样的 回答 那么我们今天 我们要讲《四周之路》 我们就要 讲一讲 这个《四周之路》 既然它是一个 东方和西方 古代 往来的 这样一个象征 那么古代的往来 为什么东方和西方 这么多遥远的地方 人们要不 不为这个艰辛 要要要 要跑这么远的路 牺牲自己的 个人的家庭 甚至不顾自己的 生命危险 我个人觉得呢 《四周之路》的产生 来源于 人类的好奇心 来源于人类 对遥远的 自己的同类 的好奇 来源于 文明中心之间 互相的吸引 当我们讲世界 古代历史的时候 我们都喜欢讲世界 有四大文明古国 古埃及 古巴比伦 古印度 和古代中国 那么古埃及 尼罗河的下游 和古巴比伦 金丹的伊拉克 两河流域 实际上距离 并不很有 他们自古就有往来 也就是说 古埃及和古巴比伦 文明之间的往来 是比较容易的 那么古印度 和流域的文明 古印度和文明 今天在巴基斯坦境内 在印度河的 中游 最著名的遗址 叫 穆罕尔德鲁 这个遗址 我们在参加 四处之路 考察的时候 我们巴基斯坦的 学者带我们去过 坐飞机去过 去过那个地方 公元前 2500年 离现在 4500年前 相当于我们龙山 文化的时代 那么在那个遗址中间 我们也能发现 来自中京东地区的文物 说明 印度河出海以后 沿着阿拉伯海 到洪海 他们或者进波士湾 他们和两河流域 和古尼洛河流域的人 是有往来的 那么唯有 中国 中国古代的文明 最发达的 起源最早的 是在 黄河流域 是在长江 中下的地区 那么这个地区 和古代的 无论是印度河文明 还是 两河流域 还是古埃及 都相距非常非常有 这个 我们这样来比方吧 今天中国虽然 东西 有西伯利亚大铁路 今天还有第二条 这个西伯利亚大铁路 我们叫做连云港 一直到欧洲的大通道 还有各种各样的道路 也要走很长的时间 我们今天一个普通的地图 不能看出来古代的 中国外之间往来的艰险 但是如果我们 作为一个研究 古代地理的学者 我们会这样来看 首先从自然环境上 我们中国 所中国文明的起源地 东亚大陆 我们的东面是大海 海中间 虽然有日本 有琉球这样的国家 东面还有菲律宾 在大海的东面 但是领土比较狭小 人口也比较少 所以这些地方 日本琉球 菲律宾 产生 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 文明中心 他们是边缘 那么只有在中国这个土地上 长江中下游 黄河中原 辽阔的平原 自古 靠近 大海 东亚的季风 每年到了春夏季 带来丰硕的雨水 四季分明 适合于农作物的生长 平原面积的巨大 可以容纳很多的人口 所以这个地区 自古以来 属于 宜于人类生活的 这样一个土地 所有的文明中心的发展 都要有一个条件 在古代生产力 不发达的时候 什么地方能够发展起来呢 只有较少的劳动 能够得到较多的收获的地方 它才能够发展起来 那么尼罗河流域 天气炎热 每年洪水泛滥 洪水退去以后土地比较飞沃 适于农业生长 两河流域 印度河流域都是这样的地区 我们的长江黄河流域 也是这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 文明发展的一个中心 那么这个中心呢 它的东面是大海 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时代 海洋是祖格人类之间 交往的一个障碍 当然后来周济 有了船以后 不是这样 但是在早期 它是一个障碍 那么 这个东亚大平原的北面 那蒙古 蒙古 他们由于离 这个东亚季风 影响的区域 离海洋原了 所以他们降水减少了 由于纬度高 他们冬季的气温 比较严寒 对于人来说 属于生活条件 生活条件比较严酷的地区 那么在这样的地区 这个 同样土地的面积 能够容纳 人口就减少了 冬根能够容纳更多的人类 那个地方虽然有草原 可以冬根能够容纳人口的介绍 特别是冬天 非常艰难 东亚大平原的西面 沙漠 这个西南 青藏高原的山脉 华南地区 也是多丘陵的地区 今天我们在农村的时候 我说我要到张庄去 你虽然眼睛就能看 可能直接走过去 中间可能有河 可能有阻隔 那么古代也是这样的 虽然你看到黄南很近 但是有很多的山 很多的江河 所以我们今天 可以简单的一句话 东亚 我们中国人所居住的 东亚地区 东亚大陆的东部 虽然是一块 移居的 人类移居的土地 适合于人类文明的发展 但是它处于一个 和其他的文明中心来讲 它处于一个相对隔绝的 环境 它要到其他的文明中心去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那么这样呢 造成了这个地区 文明发展有它的独特性 今天我们是中国文化 和其他的文化之间 很不一样 就是因为这个独特的条件造成的 但是 人类发展起来以后 由于交往 交通条件的改善 那么人 就知道了越来越远的地方 发生的事情 东亚的人 也渐渐知道了 遥远的地方的人类的活动 通过间接的途径 遥远的地方也知道了 东亚和他们遥远的 遥远的东方所知道的事情 增压了人类之间的好奇心 所以我们说 东方和西方都有各自的文明 文明之间的互相的吸引 人类对遥远地区的同类的好奇心 是丝绸之路产生的一个动力 一个条件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背景 第二个背景 人和人之间 在古代要互相往来 请不吝点赞订阅 突然未经许 请不吝点赞订阅